5月19 從明天開始到5月28 我們全國各級學校 包含公私立幼兒園 就停止到校上課 那麼改才以居家線上學習的方式 來進行 這個時間裡面的相關的課程 那兒童照顧中心及補習班 我們也會同步的來請學生停止前往 以在家學習或休息 委員者這段時間就不到照顧中心及補習班 那麼在這個階段裡面 大專校院及高中以下的學生 我們是改採 線上教學的方式 來進行 線上教學也是同正式的課程 暑假這個期間 就不再另行做補課 這樣的一個前提 來進行這個課程 那麼 學生以居家 線上學習為主 家中有12歲以下的學童 或是身心傷害的子女 那麼 照顧者 可以來請 防疫的照顧架 也是參照 去年我們所進行的 這方面 能夠來支持家長 可以在這方面 可以來做 照顧孩子的 這樣的一個 防疫照顧架 很久常 天下 我就要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